国际新闻的焦点要来关注到的是阿富汗的最新状况了 在首都科布尔的机场外围呢 至今仍然是有人试图要翻墙逃离 我们就一起来看到现场的一个最新画面了 这是有一名这个阿富汗的妇女呢 她就这样爬爬爬爬上了科布尔机场的外墙 先是坐在靠近这个铁丝网的墙上 帮助其他人呢试图爬上去 另外一边呢则是由这个美军的人员在驻守 而且已经一个星期了这个机场里头呢 人潮啊不减反增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 北约和这个塔利班的官员都表示哦 从15号塔利班夺下了阿富汗政权以来呢 在这个机场跑道里头还有周围 至少已经造成了有12人丧命了 目前看到的呢就是在机场外头最新的一个状况哦 人潮迟迟没有散去 因为大家都希望呢可以挤到机场里面争取一个逃命的机会 好回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哦 这个塔利班夺下政权之后呢 科布尔机场成了很多阿富汗平民的唯一希望 他们就是希望能够逃离自己的家园到更自由的地方 但没想到呢机场现在反而成为了他们的一个地域 怎么说呢英国的这个新闻媒体哦 有记者就在这个机场外头目击到被挡在这个铁丝网外头的这些民众呢 被后方这些人潮啊往前挤压致死 还有剩下的人呢不是因为这个天气热脱水就是在人群里头缺氧 奄奄一息健康状况很令人担心 由于这个机场周边的乱象呢 所以美国政府也发出警告了 要求美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科布尔机场 否则安全不保 塔利班重新掌权 所以呢阿富汗的民众尽管在这样枪林弹雨之下 他们还是要守在机场就是希望能够逃离现在他们的家园 而这些记得吗这个画面呢 在8月16号的时候 科布尔机场呢有上百名的平民是追着这个美军的运输机跑 有人还试图要攀在这个飞机的起落架上头 也想要一起逃离 但不幸的是呢最终有好几人从高空坠落 那么住在这个科布尔市中心 大约9公里外的有一名阿富汗的男子就表示说呢 8月16号这一天 他看到有两名男子跌到了自家的屋顶上头 他隔壁邻居也看到了这个惨况 隔壁邻居说我一开始以为是爆炸 结果一出去看才发现有两个年轻人从飞机上头 掉到了屋顶上 当时呢看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已经不幸丧命了 随后这两具遗体呢 被送到了这个清真寺 清真寺里头的人呢 从其中一名这个罹难者的衣服口袋里头 找到他的身份证 发现呢他是一名医生叫做霍塔克 而另外一个人呢 因为身上没有身份证明 不过随后呢 他也被指认了叫做穆罕默德 那么目前阿富汗的局势急转直下 也让拜登政府是饱受批评 美国总统的拜登呢 日前举行记者会的时候是承诺 会尽全力的撤出美国公民 和一些阿富汗的伙伴 不过他也强调说 这次撤离是史上最艰难的空运行动之一 存在危险 所以呢他没有办法针对最终结果 做出一个承诺 而对于撤军阿富汗 可能引发盟友对美国之间的不信任 拜登说呢他没有看见盟国提出质疑 博斯英恩就报道说呢 这个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拜登 他自己本人缺乏沟通 在科布尔沦陷长达48小时之后 拜登才开始跟一些外国的领导人 开始联系嘛 而土耳其的总统艾尔段呢 昨天则是跟这个梅克尔 德国总理梅克尔通话就警告说 如果呢没有在阿富汗和伊朗 采取必要措施的状况之下呢 可能会引爆新一波的移民潮 这个艾尔段是表示哦 如果未来呢阿富汗和伊朗 没有这个他强调说呢 这个土耳其啊 早就已经接纳了 有500万名寻求庇护的难民 所以接下来呢 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处理阿富汗移民 这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额外的负担 而另外要来看到的是呢 海地的一个最新状况 海地日前不是发生了7.2强症吗 在14号这一天 目前为止已经超过了 2100人罹难 还有12000人受伤 有超过这个300人失踪 还没有找到下落 难以估计有多少房屋损毁 之后呢 还要面临这个风暴来袭 灾区是发生了土石流 不但阻扰救援任务的行动 而且前往这个灾区的道路也坍塌了 想要送去一些吃的啦 送去一些水 也有困难 灾民是苦苦等候物资的支援 也等不及的人呢有开始是抢劫这个慈善机构的运粮车 根据路透报导呢海地的前总统 马德利呢是前往灾区一家医院来探视 他的幕僚呢是把一个装满现金的信封带交给这个围观民众里头的其中一个人想要让他来分给大家 但没有想到民众互相推挤大打出手 有人呢出拳头有人举起棍棒现场演变成了抢前大战了 相当的令人痛心 感谢观看